技术施范 资本汹涌 今天我们的企业应该如何承担社会责任 自己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 要承担的责任就更加的大 我们真诚地去道歉 规范 操守 不作恶 顺风车你没有按照公益互助地去走 真正的社会责任应该占领式的 企业的价值是带来生活的质量提升 慈善 环保 一天下 每一个人就要花一点时间付出 那我们就会很好 最完美的是企业核 整个企业文化 中国经营者聚焦企业社会责任 探讨商业价值伦理 重磅推出 敬请期待 年过50的家族企业 二代有何创新 当时您为什么成立中国思考 来进入到中国市场 熊猫鞋备受热捧 它如何抢赢市场 我就做这里的No.1 可以的了 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如何化解 帮助到真正的贫困需求的 商业的贵商业 公益的贵公益 中国经营者 专访斯凯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 陈伟丽 精彩不容错过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走进本期的中国经营者 我是刘烨 曾经有一篇名为《中国制造从抹布到富豪》的文章 引发了世人的关注 而这篇文章的主角是联泰集团 近几年在中国的年轻人群体当中 大热的运动品牌斯凯奇 就是由香港联泰和美国斯凯奇 在中国成立的合资公司 并由香港联泰来负责 在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主要的运营 今天的中国经营者 我们就邀请到了香港联泰的第二代掌门人 同时也是斯凯奇 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首席执行官 陈伟丽先生 欢迎您 谢谢 陈伟丽 1956年升任 其父亲成熟人创办了 即制衣 零售 渔业 航空等业务 多元化发展的家族化企业 联泰集团 1985年 陈伟丽从美国回国 并任职父亲企业的服装部 2007年 陈伟丽将全球运动鞋品牌 斯凯奇带入中国市场 并出任斯凯奇中国 东南亚和韩国的首席执行官 斯凯奇是1992年 成立于美国加州的休闲运动品牌 2016年超过阿迪达斯 成为仅次于耐克的 美国第二大运动鞋品牌 好 那我们要欢迎我们的两位 特约观察员 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 苏勇先生 欢迎苏院长 你好 同时我们还要欢迎到 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 卢勇斌老师 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 斯凯奇在07 08年 就进入到中国了 07年签署的协议 08年正式地在中国开办斯凯奇 中国 那当时 陈伟丽先生 当时您为什么会选择 代表香港的联台 和美国的斯凯奇 来成立一个 中国斯凯奇的合资公司 来进入到中国市场 是在05年开始 我在泉州 那也是跟我 您是泉州人 我是泉州人 所以当时您在自己的老家 老家 然后跟老家的大品牌 我们的什么安踏 七皮狼 特布 那我们跟领导在刺发的时候 就听到说 他们做了很好 什么几千家店 我说 哇 中国的市场那么好 那我心里就说 有机会嘛 那就找一个国际品牌 来中国 那就在 06、07年开始 我刚刚就 跟Sketchers的 总裁 Michael Greenberg 他到泉州找我 是说那个时候 我们有个小的鞋场 他要下单 那然后我说 我的工厂太小了 那我们再去吃饭喝酒 他就说 他在中国做了不好 有没有什么 给他一个什么意见 那我那个时候也是在想说 能不能找到一个品牌 那中国的模式 是一定要双赢 大家要赢 所以变成说 他都做了不好嘛 他说 Willie 那你去做一个规划书 做一个提案 那我就做出来 所以这个缘分非常的特殊 那我们再回到连泰 因为连泰是您的父亲 陈守仁先生 对 我父亲实在很了不起 然后我们就是在看着他 变成说 我们五兄弟一个妹妹 我们六个 那在做企业的时候 要养这六个人 真的 要念大学是不简单的 是 我们从开始中学的时候 已经开始出来做事 帮父亲 念完大学 有一天父亲说 你能不能去塞班岛 我也觉得说 在创业嘛 那个时候 我父亲说 去塞班岛做加工 去美国免税免配额 然后还可以带中国员工去 去到塞班岛 那个时候 1983年 1984年 那时候您几岁啊 那个时候 27 28岁 到04年 但是04年的时候 中国参加了WTO 对 所以我就回到中国了 因为那个时候 工厂要回中国嘛 这边从02年开始 我就开始到中国了 我想在中国发展 而且也看到了 整个中国的这个 零售消费品领域当中的机会 对 不再希望只是做一个 代工的工厂 对 但是这个转变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在早期的时候 您觉得对您来说 最大的挑战和难点在哪里 实在挑战很多 那就是说 头三年的时候 不简单 开店 关店 找不到那个模式 到第三年 我已经觉得 我找到那个模式了 怎么理解 第一 要先讲自己的价值观 就是说要一个很 要很真诚 很真诚 然后要双赢的模式 然后带助团队 用这个模式去做 然后看到 Nike Adidas 安塔里宁特铺卡帕 就是说 我要找一个定位 对 那定位呢 我找到是运动休闲 然后我跟美国说 我要四个季度的产品 因为中国大 从东北到中国的南边 我们的人口很大 变得说四个季度的产品很重要 那在此之前 美国的模式是什么呢 两个季度 只有两个季度 对 就是夏天和冬天 跟他们是 春天和夏天 春夏 秋冬 对 春夏 然后就秋冬 秋冬是一个部分 秋冬是一个部分 那咱们中国就是 春夏秋冬 秋冬 四个季度 帮它切开 那然后要抓到那个价钱 价格定位 价格定位 那价格定位呢 就是比Nike Adidas 少20% 然后比安塔里宁高20% 那个空间给了我们 能进去这个市场 这个很厉害 这个很聪明 对 它切出来自己独有的一块 对 然后因为我们Sketchers 为什么那个时候 我觉得说能有机会呢 因为实在它的产品很宽 我们每年内有设计 差不多3000的款式 中国就需要500个款式 他们我有3000的款式 选500 然后它的品质很稳定 变成说我说有产品 然后有那个模式 我进中国的机会就有 运动鞋行业大咖伶俐 斯凯奇缘和在短时间 立足市场 全部赢不了 但我就赢我的自己的圈 我就做这里的No.1 可以的了 全国范围已有2600家门店 它如何控制加盟品质 很多人来找我说要开店 我们不开 一定要这十多个要成功 中国经营者 专访斯凯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 陈伟丽 广告之后更精彩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 本期做客中国经营者的嘉宾是 斯凯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 陈伟丽 作为联泰集团二代接班人 他在家族企业之外 另辟蹊径 在国内竞争激烈的运动鞋行业 开创了斯凯奇模式 我们觉得作为这样一家公司可能最重要的是三块 一块是产品 一块是渠道 一块是品牌 对吧 那首先产品来说 美国的斯凯奇要负责您在中国市场多大的产品 那您自己是不是还有一些您自己的这个独特的这个产品线 这个比例是怎么样分配的 美国是一个季度给我的产品 很好 然后现在我们的 因为我是合作嘛 从开发第一个样品 我们能看得到了 别人说我们就能调颜色 就是说中国是适合什么 所以这个是美国开发的 然后我也是韩国的负责 负责人 别人说我们韩国也有一批设计开发团队 那他们也是帮我们再开发适合我们的韩国 中国东南亚的产品线 那今天差不多有30%多 是我们韩国跟中国开发的 然后适合Sketcher 然后就开了这个产品 别人说我们的产品很丰富 就70%来自于美国 30%是我们在东南亚 根据当地的市场 来进行东南亚的自主研发和生产的 您刚才说到的 渠道基本上都交给经销商了 有自己的直营吗 我2600家店 只有150是自己的直营 直营 然后其他大部分都交给经销商 所以您最主要的经理 就在这个品牌的管理上 这是您最重要的 对 我去选Sketcher做合作 还是有一个就是说 它的供应链跟设计成不成熟 它的供应链很成熟 变成说这个也是让我在这方面的时间 花很少 因为它有成熟的供应链 所以是信任他们这个品牌原本的这个积累 跟它的基础科技 他们就是说 因为他们很成熟 在做样品等等的话 我都不用担心 在这个沟通等等 一年四次 再跟他们沟通 这个要选什么货等等 这个是大家沟通的蛮好 所以那个部分你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目前斯凯奇在中国市场的代理商和合作伙伴 包括宝胜 奥康 百利等不到20家 奥康将为斯凯奇开专卖店 而宝胜和百利 主要是通过自己的集合型体育用品店 YY Sports 圣道和韬博运动城进行领售 在进入中国市场10年后 斯凯奇在一二线城市扩张的同时 也将向三四线城市下沉 有的人说不定有100个加盟 200个加盟 我只有少和20个 那不到20的话 我每年最少跟大老板见四次 刚才讲的沟通 就是说看有什么东西我们能加强 那因为图片成功 可以讲成功 因为现在我们排第三 变成说我的加盟的老板肯定开心的 对 要用全赚 对 然后他们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立刻能解决 因为我是Sketcher 所以变成说很多人来找我说要开店 我们不开一定要这十多个要成功 我们不需要很多客户 我们需要有实力 有质量的 有质量的帮我们去开这个中国市场 然后比如说我们三四五线 我们都还不开了 对 因为我还没有抓到 他们的需求 跟什么 怎么赢啊 那个模式 我觉得抓到了 但是我忍了两年 他们要开我不能开 那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 在这个市场营销端 这个斯凯西在中国有什么样的一些独特的策略和打法 把我的品牌管理的理念 把很多的信息传递出去 我们Sketcher有一个就是说 价钱宽 产品宽 销售 这个渠道要有 然后就是说 消费者喜欢去哪一个渠道去买 我一定要有债 然后我不要给我们的家门 给他压力存货 不要给他压力 因为消费者还是会跑来跑去的 今天我喜欢电商 明天我喜欢购买 对不对 变成说 就是说灵活性要高 然后那个企业的模式要健康 然后我们的家门 大家要沟通 咱们能加强跟新的科技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如果跟不上 那有人要失败了 第二就是说 在找这个销售的这个渠道 用什么模式 抓到了 那第三个就是说 因为在过的时候 在15 14年开始 我们也有一个 我们叫做Go Run Go Walk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有功能的鞋子 有功能的鞋子 有功能的鞋子 对对 就是我们的Go Walk 就是说我们的走路的那个鞋子 做得很好 然后我们跟韩国开发了 我们的Delight 年轻的这个产品也给我们抓到 然后我们也开始用国内的我们的Celebrity 我们的明星 明星来做我们的代言人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全部给我们抓到 所以变成说每年的30% 是我们做到实在可以不止的 因为要控制 因为要说我们每次在讲说要Sustainable 要可持续 对 除了我们这些外部的形象的管理 这个用户的定位之外 是不是会有一些自己的杀手键 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我的材质特别好 有一些人可能我在这个运动上功能特别强 在中国在推广我们就没有什么推广说跑步 因为这个跑步太多人在里面了 Nike Adidas New Balance ASIC 安踏特布 他们全部都是要推广跑步嘛 你是为了避免跟他们正面竞争 不是 我也是跟他们 但是我就用一个休闲的态度 轻运动 轻运动进来 比如说你穿我的鞋子去健身 你就会很开心 穿完那个你还可以上班 对 你就不用带两双鞋子嘛 所以是看每一个人 但是那个市场 我们是在的 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 对 所以两面可以兼顾的 但是我不是要在那里做第一次 我第一次我给他们 我来赢运动休闲 那全部赢不了嘛 那我就赢我自己的圈嘛 这个圈我来赢 这个圈我也是跟他们在 但是他们就去 让他们做第一次 那那个的话 我就做这里的第一次 可以的 所以这个策略现在看来也是蛮成功的 对 用这个模式 对 企业受贿责任义不容辞 他如何以身作则 我个人 我要做到 帮助到贫困 就是说 帮助到真正的贫困需求 商业与慈善如何化解 商业的贵商业 公益的贵公益 中国经营者 专访斯凯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 陈伟丽 广告之后更精彩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 本期做客中国经营者的嘉宾是 斯凯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陈伟丽 1986年 陈伟丽家族以其父亲名字 命名设立了陈守仁基金会 2016年和2017年 斯凯奇与一基金共同合作 为爱同行公益项目 并在教育领域 常年赞助云南小学 2018年 斯凯奇举行全国多场 剑步走活动 为公益募捐 下面也想聊一聊 这个CSR 企业的CSR社会责任 我们都知道 斯凯奇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注重企业社会责任的 这样一个品牌 包括因为 其实陈总包括您的父亲 所以也想请您 进一步介绍一下 在这个企业社会责任上 您也好 包括连泰也好 包括斯凯奇也好 对我有一些 怎么样的一些作为 首先我差不多可以说 每星期会见到我父亲 每星期很开心 今天我父母亲也是90岁 那没有一次 跟他见面的时候吃饭 不讲这个社会责任 那我们公司赚的钱 百分之五 不是百分之点五 百分之五 5% 是要 要回到社会 要回到社会 你是指联态还是指 联态 我们联态 那我们在 赚的钱会进到联态的账 所以我们又肯定会拿百分之五 去做这个 企业的社会责任 跟社会 然后呢 我们在对这个 在社会的这个责任做法 跟企业分开的 我们不会说因为 对这个社会做事情 要说企业有好处 比如说我们在泉州 我们家乡 我们企业很少 但是父亲在那里长大 他就会做很多很多事情 我每年也是 我们自己个人的收入 百分之五 也是回到这个社会 捐赠出去 对 然后呢 我们哪里有做企业 我们就有做食杉 菲律宾 我们这种穷的人 我们就帮了很多 Cambodian我们也做 在中国的话 我们在北京大学 也是有做了 奖学金吗 奖学金等等 那我们六个人 我们五个南德英国妹妹 也做这个食杉 因为我们要有个渠道 去做事情嘛 所以我们跟这个 一支 一支金 我们也是跟他配合 李廉杰先生的 对 然后有一个 比如说 有一个佛陀佛 我也是 是专门帮忙穷的 那我们父亲 我们的做法 不是说 就是第一 跟企业 不能说 圈权为了 要弄好企业 商业的贵商业 公益的贵工 不公益 这个 是分开的 分开的 所以 这个就是说 认识我们的 家庭 他们知道 我们的 很分开的 我们不会说 拿企业 去帮忙企业 企业要企业 企业做企业 我自己 我个人 我要做到 帮助这些穷困的人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嘛 我也是 小的时候 也是在路边 也没有钱嘛 所以我知道 什么叫做穷 所以这个我知道 所以变成说 我每次从那里出手的 因为我了解 据我所知 好像有一个基金会的 是吧 对对 我们有成熟人基金会 那个基金会的宗旨 是具体做什么样的事情 focus在哪些方面 就是说在这个教育运动 那还有就是说 take care老人家 关怀老人 对对对 那父亲也盖了一个 儿子里的一个 小的一个 金老院 金老院对 那这个的话 父亲也有做嘛 变成说也是要去 技术的去做这个事情 也是在全州 在全州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今年 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 一代企业家 已经走到了一个 应该说可以去回馈社会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所以在陈总 从您的家族来说 也一直在践行这方面的 这样的一些行为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可以跟我们一些年轻的企业家 去分享 回馈社会 这个要有这种新 要有这种文化 然后就是说 利益要分清楚 做这个时善跟做企业 因为很多人 在开始做企业 这两个事情分不开 变得说 有时候就自己有点矛盾 所以这个是 如果你问我 这个是新的企业家 要懂得说 the value 你的价值观要分清楚 那对社会贡献的话 大有大 小有小 有心就好了 这个是然后 你没有钱你出力 有钱就出钱 这个每次 我的小孩 我也是让他们参加很多活动 那有时候 我会是拿钱给他们 那我说不是拿钱 你还要出力 那变得说 这个是一个 不一定说 全部是一个 企业家要做的一个工作 是整个社会 因为我们国家大 就大家做一点 那我们就会很好 好 谢谢陈总的分享 那谢谢我们的两位观察员 以上就是本期的 中国经营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